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根據YouTube後台顯示 還有70%的觀眾沒有訂閱 還請各位大俠們江湖舊集 動動手指舊舊偷主播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啟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又見面了 今天要來拍一個相對比較口語化 比較簡單的一個基本規則教學 希望可以幫助到剛開始玩 或者是想要一起來玩Union Arena的朋友 那也許看著這個規則書啊 你會覺得很生硬啦 然後比較難以吸收啦 所以希望用影片的方式呈現呢 大家也可以學習的比較快喔 反正就配著飯看 一開始在玩這個遊戲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準備好一副50張的牌組 剛好50張不能多也不能少 除此之外呢 還有有3張的這個Action Point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所有的卡片 它都有兩種費用 一個是能量 也就是其他卡牌遊戲的地 又或者是水晶 然後呢還要支付我們的AP卡 就是Action Point的部分 Action Point的部分呢 先攻的玩家 它會依照回合順序喔 有一張 兩張 三張 然後接下來的回合就都是三張 後攻的玩家呢 第一回合有兩張 第二回合還是兩張 然後從第三回合開始 就是全部都是三張 算是有想要在規則上喔 彌補這個先後攻的差距啦 那實際上打下來呢 我覺得確實有因為這樣子的做法喔 不會像某一些已經發展很久的遊戲 先後攻的影響來的特別的嚴重 算是可以感受到官方在規則上面的用心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總共幾個區域 除了牌組跟AP區以外 還有我們的場外 那這個場外也就是俗稱的墓地 墓地通常來講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資源你是可以拿去做回收的 那除了目的之外呢 還有一個除外區 remove區 那這個區域的卡片呢 通常都會因為一些卡片效果喔 可能要把場外的移到除外區 又或者是卡片自身 它使用完之後就要去除外區 又或者是在每一回合結束之後 我們的手牌上限如果超過了八張 從第九張以上呢 我們就要在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把它氣到除外區喔 那也是防止說 欸如果我可以大量的抽率 然後又有一些目的的資源可以利用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回合結束的方式 把這些牌丟到目的 在我們UA裡面呢 目前是不行的 接著呢就是前排跟後排了 後排是我們的能量區 所有的角色卡跟場地卡 在右下角都有屬於它的能量 左上角呢是它的兩種費用 上面的是能量 下面的是Action Point 那角色卡跟場地卡 在後排的時候呢 它們的能量喔 是會有作用的 是可以算數的 但當它們移到前排戰鬥區的時候 右下角就是不看的 這點很重要 那場地卡呢其實也沒辦法推到上面 因為它沒有BP喔 所以這個大家也不用太在意 場地卡就乖乖的留在後面就好 那我們的前排跟後排呢 總共就是有四條線 那目前來講的話 卡片效果的設計上 並沒有特別影響到說 欸如果是同一排喔 可能會有其他的效果等等之類的 但我相信呢 在不久的將來是一定會有的 所以玩家們也可以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反正就是總共四條 要擺好 位置不要亂動 那現在呢 很多玩家拍的對戰影片啦 包含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其實也很常會亂移動啦 因為比較方便數數啦 但之後呢 可能是有差的 這個就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上 現在在後排呢 我們就是有 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是六個能量 那前排的能量就是完全不算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已經滿台的時候 還想要出新的角色卡 其實是OK的喔 我們就是直接把原本的角色卡 放到除外區 然後就可以讓新的角色登場了 那以我現在的情況來講 欸 我的後台是 六個能量喔 所以我可以直接下一個新的 五能量的角色 然後把原本在後台的角色移到除外區 這樣是OK的喔 我只要在當下後台的能量 喔 有符合我現在要出的牌的條件 即便我是把比較高能量的卡移除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除了場地卡跟角色卡以外 剩下的就是事件卡 事件卡就是你只要符合條件 你就可以發動 也沒有一回而一次的限制喔 好的 再來就是我們遊戲前的準備喔 在雙方玩家 洗好牌之後 必須先決定好先後攻 我們不能看完手牌 再決定先後攻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後手是有兩個AP的喔 會影響到你想要抓的手牌 選完牌之後呢 我們先來抽一開始的起手喔 起手總共是七張牌 看完這七張手牌之後呢 如果你不滿意 像我現在的手中是沒有零費的喔 你可以進行一次調度 那調度的方式 是把這七張牌 直接放在旁邊 然後再抽七張 從抽完七張之後呢 玩家就沒有機會再去調度了喔 需要把前一次不要的七張手牌 混合好原本的牌組喔 繼續重新洗牌 洗完牌之後呢 再從上面放置七張卡 當作我們的生命區 那這樣子 我們遊戲開始前的佈置喔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接著呢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 每個回合的階段喔 每個回合總共有五個階段 分別是抽牌階段 移動階段 主要階段 戰鬥階段 還有最後的結束階段 那抽牌階段呢 先攻玩家第一回合不能抽牌 接下來的每一個回合玩家 都是可以抽牌的 那這場我們就 假裝我們是後攻的玩家喔 我們可以先抽一張牌 然後設置好兩個Action Point 這就是我們的抽牌階段 那接下來是移動階段喔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牌嘛 所以第一回合會直接跳過 再來呢 到我們的主要階段了 就可以開始出牌了 那我們總共有兩個Action Point 就是倒兩張 出兩個0 然後接著進入戰鬥階段 因為前排沒有任何的角色 所以戰鬥階段也直接結束 最後呢 是結束階段 結束階段會把所有的角色卡 喔 跟場地卡 都會重置 那AP卡是不重置的 AP卡必須等到下一個回合 我們開始的時候 才會重置喔 但其實嚴格來講 除非有可以影響到 AP卡作用的卡片效果啦 不然這個 你在回合階段喔 直接把它轉正 其實也沒什麼差 那最主要這個遊戲呢 會跟別的遊戲不一樣喔 一個回合裡面 會有兩次重置呢 就是因為 我們出的牌 它都會有睡覺病 那如果今天是出在前排 必須要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然後站起來 在對手回合才可以阻擋喔 是相當注重交流的一款遊戲 再來我們再複習一次喔 回合開始 抽牌階段 重置我們的AP卡 然後回合玩家 抽一張牌 接著進入移動階段 我們就可以把 後排的角色 移到前排去 然後進入主要階段 我們就可以開始 支付我們的AP卡 開始出新的角色 那這樣流利 會把這個薩茲彈灰獸 然後再倒一個AP卡 再出一個新的角色 接著就可以進入戰鬥階段 然後我們的先派 就可以攻擊 去對對方造成傷害 又或者是對方會拿 其他角色的阻擋 戰鬥階段結束之後呢 在結束階段 我們一樣把所有的角色卡 還有場地卡重置 就會結束我們的這一回合 那等到對手回合的時候 在對方的戰鬥階段 我們的先派就是可以去做阻擋 如果還活下來的話 在結束階段一樣會重置 然後再輪到我們的第三回合 那講到這邊呢 就可以來聊一下這個戰鬥階段 在這個遊戲裡面 角色左下角都有他們的BP數值 也會有非常多的卡片效果 可以去加減我們的BP值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如果我今天拿了1500BP的角色 去對對手做攻擊 如果他是使用1500以下的角色 做阻擋的話 這隻角色是會戰敗退場的 就是小於我們BP值的 都會戰敗退場 那如果是高於我們的BP值 比如說對手拿尼特羅 2500來做阻擋的話 那這場戰鬥我們是戰敗的 但是戰敗的角色呢 是不會退場的 就變成他阻擋了我們的攻擊 然後等到回合結束的時候 兩邊呢都會重置 在換對手的時候 如果他拿尼特羅攻擊的話 我們用先派阻擋 我們先派就會退場 那或者是我們也可以選擇喔 不阻擋 讓對手來打我們的生命值 總共有7點 那翻開來再看有沒有trigger的效果 那全部的7張生命值都打完 又或者是整個牌組 沒有牌可以抽的時候 玩家就輸了 那最後呢再來講一下生命值的部分喔 因為這個遊戲呢 有非常多可以一次打2點的角色 那如果我們今天選擇不阻擋 一次被對手扣2張生命值 但是這2張卡 剛好得有trigger效果的時候 在規則上這2張卡呢 必須得同時翻開 但是trigger的順序喔 比如說我要先發動右邊 再發動左邊 畢竟這個有時候是會影響到戰局的 是可以由受傷的玩家 自己來決定說 要先發動哪一個的trigger順序喔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UA的簡單規則啦 希望我是該講的都有講到 可以幫助到這個 剛開始玩這個遊戲的玩家 又或者是還在觀望的玩家 那當然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呢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也會一一回覆 又或者是你有什麼想看的主題喔 我也可以再一一拍片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 掰掰